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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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清照拂袖天下 凭借其多年来在诗书上的积累与广播的见识 每当丈夫面对材料上犹豫不决 需要深思熟想时 李清照总能及时地给予帮助 夫妻二人在情绪上也是别具一格 两人经常嬉戏玩闹 经常玩的游戏适度是饮茶 谁说的快准 谁就是赢 赢了的人先喝茶 李清照经常举杯开怀大笑 茶水清洒在衣衫上反而喝不到 那段时间里 两人的日子过得顺风顺水 赵明镜偶尔出京圆语 分开后的李清照做一首诗 最花音 以表相思之苦 赵明镜看到后赞不绝口 但心里又不甘心 于是请来诸位好友一起见 唱 更是连续做了数十首夹杂其中 只见有人细细端详之后说表示 还是这首最花音最好 尤其是木道不销魂 连卷西风 仍比黄花瘦 这三句是绝妙之极 赵明镜极为夫人宝幸 又为自己的文采不及夫人而羞愧 当着众人的面拜李清照为师 婚后在京城的七年时光 是李清照此生最快乐的时日 花钱月下 有丈夫的支持与陪伴 李清照的词也多半 是记录美好时光的句子 如果没有后来的战乱话 李清照和赵明成的婚姻 可以说是很幸福的 而正是因为战乱的来临 使得这对本来如妖似妻的夫妻关系产生了隔阁 在赵明成任江明之府期间 发生了一次叛乱事件 原来当时玉莹统治官王毅先生不轨 赵明成的部下曾将此事汇报给了他 而赵明成非但不以为意 还在王毅叛乱的时候弃城而逃 事后赵明成被朝廷葛职查办 此时的李清照万 没有想到 自己丈夫在国难当投进 然是个如此懦弱之人 他对于赵明成的失望是难以言表 从此李清照对赵明成的态度渐渐疏远起来 不久 赵明成前往湖州省镇 数月后赵明成便病逝了 在当时兵荒马乱之际 李清照作为一个弱女子孤虎无依 急需一个依靠 三年后李清照便改嫁张如舟 事实上他这个决定是大错特错的 张如舟看中的是他收藏的艺术品 这段已欺骗开始的婚姻没有持续多久 便已离婚收场了 如今看来李清照之词 最经典被后人流传的大作 多时在与丈夫分离期间及中年丧夫之后 李清照之词在和年和月历史上没有具体记载 在经历了繁华洛系 义无所有之后 他在寂寞萧条中走完了这一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李清照之后 李清照之后 李清照之后